大家好,我是浙江日报记者,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舟山市。 11月29日上午10时,第十次出国执行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一远船,圆满完成神圣使命,从印尼回到了母港、舟山、某军港的怀抱。 11月13日,正在印尼执行和谐使命2022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一远船,迎来了第七个和平宝宝。 孩子的父母给她取名叫小方舟。 昨天,我们和小方舟的妈妈进行了视频连线,看看小方舟现在怎么样了。 你好,我现在在印尼工作已经有五年了,然后这三年因为疫情一直没有回国。 那你们就是怎么会想到说要给孩子取名叫方舟呢? 主要是取名小方舟,就是因为让他记住和平方舟这个医疗船,船上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。 主要这次来海外的医护人员都是国内最顶级的医院的一些专家,特别感恩祖国。 很感谢我们的海军,然后感谢船上的所有的医护人员。 主要就是想骑小方舟,让他记住这一段经历特别有意义,很难忘。 就是小方舟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,我们大家也比较关心。 我把镜头给你传播过去。 小方舟现在的话,除了吃就是睡,还胖了几斤,还胖了一点点。 哎呀,好可爱。 现在灯光比较暖一些,感觉脸上比较黄,其实他很白现在。 看起来特别的壮。 这次除了街深小方舟,我们还了解到,和平方舟在印尼期间,共为国外患者诊疗了1.3万余人次,开展手术37例。 入列14年来,他到访了43个国家和地区,一位24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,实施手术1400余例。 他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州,和平之州,友谊之州,文化之州,是新时代闪亮的中国名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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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